萧大人 怎么样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大人把大王给你的新军路线图给我 你图上标的行军路线呢 跟我们走的路线是一样的 你怎么知道的 是大王秘密告诉你的 我一个智宿都尉怎么可能告诉我 猜的 自己猜的 猜的 大人 大人 我在押送粮草的途中注意到 头天夜里的霜在第二天天明之前 哗了 这是古语时节来临的征兆吧 可是比往年早来了一个节气 按照原先的行军路线 必须要在古语来之前赶到南正 可眼下早来了一个节气 一旦赶上雨水平平 那行军的速度 肯定会减慢一倍 那样的话 恐怕到不了南正大家都会被饿死 怎么办 大王要想抢载 梁草彻底断绝之前赶到南正 只能走这条路线 所以韩信自作主张 在沿途建了临时的粮仓 派人日夜守备 好 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可是韩信 在做这件事之前你好好想住了吗 你有几成把握 万一失败了 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 古语时结合行军路线 韩信有十张把握 唯一冒险的 就是大王能不能想到 并做出决定 韩信跟字节懂得赢了 输了 韩信人头落地 赢了也算是不如使命 我英明吧 还是大王英明 对 这车粮食我们先拉走了 好 路上小心啊 好 走了 你看我在这也建了临时的粮仓 这也有 这也有 所以这样可保粮草供应外 嗯 好好干吧 嗯 好 好 好